英语的双重否定到底该不该学 双重否定付付得付 逻辑显然有问题 但老外还是有不少人在用 那么我们该不该学呢 很简单 就像穿衣服 有的人能把地摊货穿出大牌的感觉 其他人就不信 地摊英语也一样 能不能用 要看你能不能驾驭 如果你的英语结结巴巴还有一堆错误 这个时候你再来个双重否定 那它就是个减分项 反倒显得你的英语更加不规范 如果还是正规严肃的场合 那就是严重的翻车事故 驾驭地摊英语 跟驾驭地摊服装一样 是需要实力支撑的 你得先把自己的身材气质修炼到位 再去挑战地摊货 同样 在你的英语达到或者接近母语水平之前 先老老实实的用对的表达 避免翻车才是重点